真子丹我们大家都知道 浑身健子肉还是一位武打影星 虽说现实中真子丹身手 可能不如电影那般神话 可常言习物让他的身体素质 要强于普通人许多 然而他却在拍摄电影特殊身份时 被和他对系的反派角色 三名一角提晕 而且长达一分钟之久 除此外三名还曾被誉为第二个李连杰 将他当作未来的功夫巨星培养 著名导演徐克更是尽全力想要捧红他 刚出道就为他量身打造了一部影片 他就是铁血硬汉 安智杰 安智杰被向华强发掘并签阅 开启了自己演员之路 虽然是演艺全新人 但安智杰却得到了著名导演徐克的赏识 出演由他指导的科幻动作品《黑侠2》 黑侠原本由李连杰 莫文伟 刘青云等主演 是徐克和李连杰成功登陆好莱坞的阳明之作 原本计划黑侠2依然由李连杰出演 但由于当机问题只能另寻他人 于是徐克就发现了这位 从美国回来发展的新人安智杰 让他顶替出演黑侠 重续李连杰当年的辉煌 刚出道就能得到徐克的赏识 足以见得安智杰的确是有两把刷子的 他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李连杰动作漂亮 娴熟 好的没话说 而我注重打架的真实感 我是仙人 之前没有套路限制 所以显得比较特别 但《黑侠2》上映之后 却完全没了前作的辉煌 电影不仅剧情老套 而且演员安智杰的演技 的确显得过于稚嫩 除了动作戏勉勉强强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烂片一部了 虽然电影烂了 但《黑侠2》的演艺之路正式开启了 由于《黑侠2》中角色的需要 安智杰必须到少林寺 接受一个月的武术特训排练内容 从早上特训到晚上 他没有抱怨过一句辛苦 之后徐克对他出自亮相 大荧幕的表现赞不缺口 甚至可以说他是天生的武打巨星 但成功没有偶然 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努力 和坚持不懈的热爱 即使只是一个小配角 安智杰依然稳扎稳打 用一点一滴的努力 让自己被大家记住 他拍戏总是坚持自己亲自上阵 从始至终都拒绝使用替身 当五星免不了受伤 高强度的接戏拍戏过程 也让他伤痕累累 后来在与偶像成王大哥 拍新警察故事的武打戏时 即使小腿直出筋 他也闭口不言 直到把戏拍好 在拍摄三国志之间龙蟹假时 因为吊威亚躲闪不起 不小心被木制大刀当面劈中 安智杰前前后后做了七次手术 时至今日 我们依然看得出他脸上的疤痕 但他也没说什么 在功夫联盟的拍摄现场 即使每天都顶着三四十度的烈日 他也咬牙坚持 甚至因为一次小事故 导致右脚跟金剑撕裂 但他只是休养了一段时间 带伤拍摄时家常便饭 所幸付出的努力 大家都有目共睹 2004年 他与自己从小最崇拜的 成龙大哥拍摄电影《新警察》故事时 得到了成龙大哥的高度评价 他称赞恩智杰的动作专业 几场打戏都拍摄得非常顺利 也很过瘾 同言 安智杰凭借动作电影《少年拉虎》 获得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新人奖 二人一四年 他也凭借救火英雄 这部影片中的夜指挥一角 获得了第12届中国长春电影 最佳男配角奖 在影片恶战中 他与最好的兄弟吴允龙 在西中成为对手 因为 此前在电影黑拳片场 两秒撩到无惊 安智杰便悄悄告诉记者 称自己在拍打西时 最怕的就是不小心伤人 在恶战点 他饰演的角色是匹率 风流又不失霸气的龙七爷 安智杰调侃这对自己来说挑战很大 但他霸道的长相 还有那场对在城所有人的喊话 只允许自己为喜欢的女人点烟的戏 直接把龙七爷的狠力尽而拿捏到位 在与日本人对话时 那句那不是战争 那是侵略 侠和紧咬眉头一皱 霸气十足 打一争一血 风流倜傥的上海滩霸主眼活了 正是因为安智杰不怕吃苦 实打实地磨练自己的真功夫 所以拍摄出来的效果也非常真实 安智杰这种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偏要靠实力的做法 放眼现在的娱乐圈 几乎很少有人能做到 而号称武术指导第一人的八一元和平 对单智杰更是赏识有加 夸他不仅打得出色 外星条件也是好得不得了 自己非常看好他 至于感情生活 则比较曲折 认识现任妻子之前 经历过多段失败的恋情 刚入行的时候 他与乐坛天后李文展开了一段解地恋 别看他外星这么阳刚 其实他性格很黏人 而从小缺乏父爱的李文 更希望找成熟稳重的男人 考虑在三后主动提出分手 李文之后的事情 大家应该也知道 他嫁给了年龄大自己很多的男人 没想到婚后生活并不如意 前几年不幸患上抑郁症 最后自杀身亡 实在可惜 告别李文后 安智杰恋上了谢霆峰妹妹谢霆霆 两人一度爱得很浓烈 经常初双入队 大修恩爱 然而 两人没能修成正果 关于分手的原因 外界众说纷纭 而他们一直不愿多谈 单身了一段时间后 安智杰跟杰斯卡被安排拍摄了一部电影 工作过程中 他们互生情愫 很快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 两人都希望早日定下来 于是在交往没多久后 便正式登记结婚 如今 他们已经结婚多年 感情一直非常好 与此同时 安智杰也意识到了自己形象单一的问题 他开始尝试挑战不同角色和拓展表演领域 依此来提升自己的演技和拓展观众群体 他在电影《幻影追凶》中的表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部电影中他扮演了一个性格迥异的人物 展现了自己多样化的演技 虽然这部电影票房并不理想 但却让观众看到了安智杰的另一面 除了排戏之外 安智杰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他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 并多次参与慈善活动和公益宣传 这些经历让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更多的成就和认可 虽然安智杰未能成为一线明星 但他在许多人心目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他的形象独特 演技精湛 功夫了得 且为人处事低调谦逊 这些优点让人们对他充满了好感和敬意 总的来说 安智杰在香港电影圈中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误打明星和演员 虽然他曾被向华强力捧十年就未能大红大字 但他在演艺生涯中依然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功夫水准 虽然未能成为一线明星是一种遗憾 但他在公益事业和武术传承方面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于他来说 未能大红大紫也许是一种遗憾 但他在演艺生涯中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力 近日 同一位导演霍遂强再次携手安智杰 加上影帝人达华 再次在爱奇艺云影院上映了《零号追杀》 这部电影不仅大戏精彩 而且故事情节完整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刚产动作片的氛围 整部电影长达104分钟 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紧张刺激的动作场面 观众是否买账 答案是肯定的 连续6天 该片在平台上一直保持第一的热播位置 猫眼电影上也拿下了12项成就 而更重要的是 观众们纷纷表示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港片了 这部电影充满了魅力 那么 这部电影究竟为什么这么能打呢 首先 他在动作戏方面做到了拳拳倒肉 开场不到11分钟 就展开了两场激烈的战斗 击败了12名敌人 将仕途之间的紧张关系带到了高潮 各种动作技巧应有尽有 从近身搏击到掐头摔 每一个动作都精彩绝伦 而安智杰在影片中的表现更是亮点 他的动作镜头感十分出色 让观众陷入其中 其次 影片展示着高潮叠起的枪战场面 尽管这是一部网络大电影 但即打斗和枪战场景的质量 却不亚于院线电影 特别是那场无人机大战 充满了紧张和刺激 各种伙计和无人机的交织战斗 让观众热血沸腾 肾上腺素包生 最后 影片保持了港式动作片的传统剧本和节奏 虽然是由新晋导演指导的作品 但剧本充满了港片的特点 师徒情意 人性与道义的冲突 新生代与老一辈的博弈 所有这些元素都被强妙地融入了故事中 影片的情节推进很有层次感 充满了反转和悬念 吸引观众的眼球 而话书这个角色则成为了 港式情意的代言人 总之 动作片并没有消失 只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扛起这面 感谢观众